在昨天下午一点左右,浙江嘉兴以工地内发生了脚手架的坍塌事故 接到报警后,消防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救援 发生脚手架坍塌的工地位于嘉兴秀州区新客运中心附近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之后,立即展开了救援 从废墟中,消防官兵搜救出了三名被困人员 其中一人因伤势严重死亡 另有三人在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前,被工友救出逃生 据了解,此次事故共造成一人死亡,五人受伤 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